中华青棒队的两张王牌 黄志荣以及谢龙豪在今年亚青杯 联手无安打玩风日本队的表现 相信许多球迷都看得相当过瘾 然而有个身影却在这次的盛会当中缺席了 我们这边投手假如像他们冠军团赛这样 一个投手丢球球 对我们投手来讲我们已经很习惯 因为天天都要丢 然后都丢100克 然后晚上出来又要丢一些短距离 今年刚从强树中学毕业的陈宇勋 从高二开始就是队上的第一网牌 过去两年的青棒比赛 强树只要派他出赛 几乎就是赢球的保证 精准的控球以及临床的反应 也让他在高二那一年就被选入中华队 参加在古巴举行的IPA世界新棒赛 原本也有希望在国人面前大展身手的陈宇勋 没想到18岁的夏天 却要在漫长的附件中度过 不一样 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干 我如何对自己不信 如何对自己说谎 只是必须原谅我也不能原谅 在你的梦一定最疯狂 我只是我自己的身在我过的地方 现在第5号开到5月2号开到的第9个礼拜 要开始了 要开始了 不认识 只算是我 不能绝望 我将的绝交 不认识 并非认识 等风分钟 你就看那个凉主 也不是想谎 这张区 我和我的 不见 我和我的 我不见 你能不能算是我 我和我的不见 高中棒球联赛加上精英杯的出赛频繁 让这位新一代强术铁人的手臂不堪负荷 造成韧带断裂的情况 陈宇勋必须提早选择自己未来的路 是要继续未完成的棒球梦 还是放弃曾经拥有的这一切 做一个另一半人 之前去造河持共振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韧带有那个部分失业 那时候就感觉到应该不是失业 因为我每丢一刻都很痛那样 那我应该觉得那个时候是已经断了那样 然后之后就家里面就讨论说 就是说现在还年轻啊 然后你开副演也比较快 这样然后就说开就下 下定的因素的看法 开刀不一定就保证可以完全恢复 但是不动刀的话永远也没有办法再回到头手球 与其考虑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不如现在就下定决心 年轻的陈宇勋在今年五月进行韧带移植手术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汤医酱手术 我那个做韧带手术是拿左脚的一条韧带 然后来补手 然后它好像只有一条然后切一半 一条然后切一条的中间一半 然后抽起来 没有是切一段一条 早上八九点进去 然后下午两三点 两点 两点还一点 然后到晚上八九点才吃 才吃东西 因为那时候刚出来喝一点点水就想吐这样 如果你断了以后 你想继续投酒 如果说他不想投酒了 那可能就不一定要做这个手术了 可是因为说他需要投酒 所以他需要这个韧带把两个骨头固定起来 所以才需要做这个手术 这条比较不重要 因为它是从骨头的一端黏到骨头的一端 这种不重要 我们是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是把骨头两根骨头黏在一起 所以这条韧带是把这个骨头跟这个骨头黏在一起 这条也重要 可是没有这条重要 这条最重要 所以我们如果这个断掉以后 它不会直接好 所以我们只要怎么办 我们只要换一条新的 那时候被推到开了环一进去就觉得 一个字很冷这样 然后只要留一个 护士在那边帮我看心跳 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聊天 然后他就说 你会害怕吗 我说怕什么 开完刀之后 还有漫长的附件要等着他 原本应该要和洪志龙 洪陈宇一起在亚青杯战场上 尽情挥洒汗水的这个暑假 却变成要在医院路过 所以陈宇寻来说 只要能回到球场上 付出多少的时间和心力都没有关系 毕竟打棒球就是他从小的梦想 没有 我根本没有想过之类的 我只要 那时候已经不能打 然后决定要开刀就觉得 又要浪费很久的时间 开刀附件 然后重新开始这样 我是翔柱中学陈宇寻 今年二年级专练投手 我的球路有直球 直插球 还有一颗滑球 跟变速球 陈宇寻喔 他的外号叫妹妹啊 他真的很聪明啊 我都叫他鸡肉猛男了 他在讲香榜课 他说他很瘦 然后弹出的文章 对 因为他还常常会打 我是觉得 棒球是我的兴趣向 就是 就已经走到高中要毕业了 然后觉得 只要开到有机会丢 就再开啊 就是开一次看看 看开口可以丢这样 好